孔子这球真敢送啊 实力杀进来 迈克尔比斯利这一下展现了NBA级别的能力与天赋 广东跟辽宁这个赛季呢 两人球队应该说 其实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来比赛开始 漂亮 两后球嗨漏高低位 在繁星线这个位置呢 任俊飞又是很好的测量能力 任俊飞阿联 没时间了 比斯利 这就是超强个人能力 绕了大半圈 飘移跳投 这球真是够难 孔建华 转身比斯利直接盖掉会龙儿 后场上球很快 看反击 二加一吗 哇 至少从开场这两个回合来看呢 比斯利 转跑在篮下 比斯利又一帽 再次盖了会龙儿 比斯利 被传阿联两个人直接的连线 还有就是完全的拉空 很复古的处理球的方式 哎 这手一玩开心了 就是高低位 等一下 马尔兰下手也是比较狠 哦 比斯利这是还要把队友叫在一起交流一下 在这个阵容当中呢 比斯利毫无疑问是绝对的强点 或者说就要围绕比斯利一个人来打 比总冠军 有人同时加盟呢 看上去 威姆斯的位置不保 篮板 威姆斯这球真敢送啊 斯利 杀进来 哦 迈克尔比斯利这一下展现了NBA级别的能力与天赋 再来看一下刚才比斯利这个球 是我以为他要勾手或者有一个拖人之后的上篮动作 结果距离这么远啊 比斯利这球直接就扣了 确实是能力强 布洛克斯啊 场边看得很开心啊 宝东反击 三打二 小瑞 正面 阿联再回 再上 比斯利也跟进三分出手 这球踩上不点了 宝东队这两次进攻 好了 观众朋友们就回来关注这场CV赛事的直播 半场广东队领先了19分 随着比斯利这季中投再重 转换 赵瑞 比斯利 两人封堵 比斯利依然是闲停信步啊 防得还是不错 呼吁又积极 洪明轩 前场直接抢断 拼回来机会 比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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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下还是得躲 比斯利直接甩 40分出攻 漂亮 又送上一个五加 转身 抬眼 上球 恰到好处啊 这就 又一个抢断 比斯利 连续两次 在球 孔建华是直接给比斯利拉下来 应该发球发球啊 比斯利得分上20啊 今天两双达成 114比79 广东队在创造机之后的一场比赛啊 取得一场大胜 在主场战胜的同袭 当然从比赛的过程到结果呢 我们可能都不会太意外 今天对广东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比斯利的状态 以及与球员的磨合